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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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您千万不要以为 找错了频道 看错了节目 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展现了一堆动画片呢 那就是因为这个动画片里的动物 实在是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可能很多小朋友 在没有见过真实的动物之前 都是先通过动画片 去了解这天底下各种各样神奇的动物的 所以咱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那些动画片当中的神奇动物 来 再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好奇心观察员杜月小姐姐 杜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 我们的科学点评专家张静硕博士 欢迎 张静硕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小朋友们杜月姐姐 你看你长期在少儿频道主持节目 从小到大你看动画片 肯定也有几百上千部了 你能跟我们想一想 现在让你脱口而出 你印象最深刻的 一个动画片当中的动物明星的形象 你能想到什么 那太多了 小的时候黑猫警长 舒克贝塔是不是 然后那个后来慢慢的 西游记里头的师徒四人 太多太多了 经说老师 一说动画片里的动物 你能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如果是国产动画片的话 我觉得还是黑猫警长 因为那时候小时候 第一呢 人生的理想和目标 就是觉得应该当警察 去抓坏人 然后呢 里边涉及很多动物 而且我觉得那黑猫警长 其实它特别专业 它每一集都讲了一些动物相关的知识 所以看来黑猫警长 也特别长知识 那看来黑猫警长 确实给大家伙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估计大家伙也等急了 就特别想 关于动画片当中的 卡通动物明星形象都有谁 那么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 今天的第一位神奇动物推荐人 有请王靖上场 欢迎 王靖宠物行为训练师 大家好 我是王靖 今天呢 我要介绍这个动物明星 他其实出演了一部 很有名的影视作品 aii 看她的专业 你还是阿东 你 774 你们现在在一起 母带 给我 他们是赼śnie 你 保护着我们也好好地 Tools Index 那就是ensible 把权 choix übs cio 黑猫警长 当然了 今天我们的主题 不是黑猫警长为主角 而是里面第一集 差点为了老鼠背黑锅的瞿精 你们这群坏蛋 妈妈来 妈妈快来呀 他们说我吃坏蛋 那么瞿精看上去 长得很像老鼠 但是其实它跟老鼠的关系 非常的远 远到甚至比我们人类 跟老鼠的关系还要再远 反而刺猬和艳鼠才是它的亲戚 瞿精其实是最早的 有胎盘的哺乳动物 探生于中生代的白恶剑 那么它也是最像 我们哺乳动物祖先的动物之一 那么动物界其实有个规律 体型越小的动物 新陈代谢就会越快 所以瞿精就要不停地吃啊吃啊吃啊 它甚至能够吃掉超过它自身体重重量的食物 比像我们瞿精大家注意的伊特努里亚瞿精 身长只有4厘米 体重只有1.8克 那么它就能每天吃到整个超出它自身体重的两到三倍的食物量 当然我们瞿精主要是以各种昆虫为食 比较偏爱蚯蚓 就跟我们看到的黑猫警长里面一样 小瞿精给妈妈递上去的是蚯蚓 当然你要知道吃货家族是不会挑食的 所以说它们对所有的肉类都是来者不惧 甚至跟拥有大钳子的蝎子都能够大战几个会合 那你要知道瞿精家族非常的庞大 它们各怀五亿 你像我们的北短尾蛆 那么它就是一种哺乳动物中为数不多的 有毒的动物之一 它主要是扼下有毒液腺 那么当瞿精在遇到危险和需要捕猎的时候 毒液腺就会加速分泌 通过它的唾液进入动物的体内 也就意味着说 如果一个小动物被它给咬住了之后 它的毒液会通过它的唾液进入小动物的体内 小动物会瞬间失去知觉 麻痹 那么也就任其宰割了 当然不是所有的蚯蚓家族里面 都是具备着毒液腺的 你像我们国家有一个品种的蚯蚓 它主要不是通过毒液的方式 而是通过凑腺的方式 释放出一种辛辣的色香味的气体 进行躯避天体的作用 我们的蚯蚓家族里面呢 还有一个五一高强的杀手 它就是我们的水蚯蚓 那么水蚯蚓其实大部分来讲 它并不是生活在水里 而是生活在沿河的河岸边 生活在沼泽的草丛里面 那我们大家都可能会认为 水下捕猎大部分都是通过视觉和听觉 而渠经通过的是嗅觉 有朋友就会说了 在水下怎么去呼吸呢 怎么去通过这个嗅觉来进行捕猎呢 那么渠经主要是通过鼻孔中 喷射出来的小气泡 然后喷到对方的猎物的身上 然后再从对方猎物的身上 反弹回来 它再将这些小气泡 吸入它的鼻腔之内 进而收集和分析它的信息 除此之外 它当它发现了这个猎物之后 再利用它的长长的浓密的处须 来定位这个猎物 并且追逐它 渠经家族的话 它们其实是不会冬眠的 所以说水渠经在冬天的时候 也需要下水去抓捕猎物 也就意味着它需要有一个 非常丰厚的背毛 既可以隔绝空气 还可以起到保暖和防水的双重作用 当然它的外耳壳内还有一个瓣膜 这个瓣膜可以防止它在潜水的时候 而入进水 那么当天一来的时候 它正好可以顺着水路逃跑 那么渠经它是以肉食为主 但是其实它是农民的异兽 既不会对我们的庄稼产生一些危害 也不会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一些经济损失 所以说我更加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地爱护它 保护它 保护环境 爱护动物 人人有责 我是王静 谢谢大家 王静老师好 王静老师您是研究取经的吗 其实不是 我是研究宠物行为的 研究宠物行为的 对 我们家猫在我躺着的时候 然后它就喜欢爬到我的肚子上来 然后踩我的肚子 然后带着呼噜 其实猫咪踩奶是根据幼猫的时候 它从小吃奶的时候会这样踩踩踩踩 那么它如果过早脱离的妈妈 它有可能这个行为会一直延续到之后 好吧 戴如姐姐你见过取经吗 我就在动画片里看过 特别感谢王静老师 我真的 我原来一直以为那只老鼠 我就想问一下王静老师 我好像看他们老是一串一串的出现 他们是因为像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样 就是这样互相搭着肩膀 然后方便家长好管理他们吗 对 这是一部分的 想再请教您一下 瞿经跟严蜀有啥区别 瞿经和严蜀其实还有很大的区别 对 因为他们其实是亲戚 就是看上去关系很近 至少比老鼠要近一点 但他们整个的生活的习性 包括他们的产地都不一样 而且取经比严肃要更古老一些 对 它可是在恐龙前期就已经出现了 白恶记就已经开始了 那现在我们就看一看 刚才通过王静老师给我们带来的 取经新知 到底能够让我们的观众 还有张教授一共给他打多少分 好 观众打了58分 张老师打了8分 一共是66分 张老师 对于瞿经 您有什么想跟我们大伙聊的 事实上 瞿经这一类动物是非常非常重要 在生态系统当中 它本身有很多很复杂的行为 现在我们也不了解 因为瞿经啊 种类都特别的小 而且大部分呢 都是在土壤 都是在土下生活 所以见到它们本身也很难 所以我相信呢 其实有很多的物种啊 还没有被科学家发现 所以这些研究啊 还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而且的话呢 瞿经呢 非常有意思 它的英文啊 就是泼妇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 这泼妇这个 打几架也很厉害 那瞿经也是 尤其是雌性的瞿经啊 所以后来西方英语世界当中 瞿经的英文和这个 泼妇居然是一个英文单词 这也说明呢 其实呢 雌性的瞿经 在很多行为上也非常特别 所以呢 值得大家去关注 那接下来呢 就进入到了 我们的知识云分享团 为王静老师出题的环节 现在有请知识云分享团 开始旋转 停 行路达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硕士 有请行路达老师出题 各位老师 主持人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刚才听了王静老师的分享 我也收获了很多新知识 那么接下来呢 就要出三道题 考考王静老师 第一题 黑猫警长里面的 瞿经妈妈惨遭搬仓术的暴打 那么现实当中 瞿经真的会怕老鼠吗 A 真的很怕 见到老鼠拔退就跑 B 完全没怕 路见不平 一顿暴打 来 杜月 见过老鼠打架吗 见过 他俩就是两个小前转着的倒腾 其实刚才张博士已经说了 瞿经在国外的英文名词 是托腐的这个 你就因为他很厉害 他肯定不会逃跑 所以您要选的话就是选 B 完全不怕 完全不怕 见着的就是一顿爆菜 对 他打得过吗 其实他是可以打得过的 来 行路打老师给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正确答案是 B 金熊老师啊 我怎么觉得听完刚才这早题之后 瞬间觉得瞿经突然就成了像平头哥一样 那完全不讲理啊 见什么打什么 他其实倒也不是说这个 非要跟老鼠故意打架什么的 但是的话 瞿经鼠的一些体型中等偏大的瞿经 实际上呢 他们都可以抓老鼠来吃 老鼠呢 就是他们的食物之一 就不是打的问题 是直接就吃掉 天哪 这家伙这么厉害啊 我们又请行路打老师出第二题 第二题 疯狂动物城里面 瞿经大先生和他的北极熊保镖 生活在冰原区 那么现实当中 真的有瞿经会生活在北极圈 或南极圈内的冰原地带吗 A 有 B 没有 有 这题有点意思 都月 你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你想 王静老师刚才说 它特别古老的一种小动物 它白俄纪的时候就出现了 那会儿呢 生存条件多恶劣多复杂 它都能存活 那 这冰原地区对它来说不在话下 它在白俄纪哪怕能生活 可是你想啊 极地环境 被我们现在称之为是什么呢 那是生态环境极其严苛的场所 对吧 你哪怕挨着个地数过来 虽然说在那有动物生存 但是 大型动物相对而言 可能也就集中在那么几种 对吧 你要说南极 满地跑虫子 满天飞鸟 那好家伙 谁敢信呢 那都是什么品种啊 那小小的老鼠 这么大小的小玩意儿 取经 它在这活 它靠啥活的呀 我觉得它能 因为它那么厉害 行 好 王静大 您选什么 我选的是可以带的 就是A 能带 因为它适应环境 然后辐射出了非常多的种类 然后像北极那边还真有 叫北极曲 那么这个品种的话 它就生活在那边 OK 好好好 来 行路大老师 公布正确答案吧 正确答案是A 恭喜王静老师 我们拿到了十分 接着请行路大老师 出最后一题 第三题 取经的视力不好 那么除了嗅觉之外 它还会用哪种方式 来判断周围环境 寻找猎物的能力 A 利用声纳 B 使用触感 多愿你再蒙一下吧 我觉得应该是声纳 因为声纳听起来高级一些 那么嚣张的动物 它要再没有点真本事 你觉得它会那么嚣张吗 是不是 声纳 要是触觉 触觉有点惨 就是触觉的 不惨 你看那个星鼻眼鼠 是吧 那就是靠触觉 对 到处感知 不要 太费劲 它一定是有声纳的 那您选什么吧 我还是选A 是有声纳的 那其实渠经在美洲短渠 它们确实是有简单的三大系统 当然它跟那个我们看到了 比如说就像 蝙蝠 海豚 对 跟鲸鱼这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可能更简单一点 它更多是用来定位来做的 对 也是为了让它能够快速地 补到它的业务 因为它不停地吃吃吃 对 好 行路达老师公布正确答 正确答还是A 好 谢谢行路达老师 博士 低端的生物 它们怎么也会具备如此神奇的 用杜月的话讲 高级功能的 怎么我们人就没这功能呢 实际上大家有一个错误的理解 并不是说它的所谓的声纳 有多么的高级 更严格来讲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说 应该是利用它的这个超声波 因为我们能够听到的是 20到20千赫兹 高于20千赫兹就是超声 低于20赫兹就是次声 恰恰是因为那些生物比较原始 所以它的一些频率的范围 只是超出了人 甚至有的一些频率是低于 人能够听到的声音而已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它叫出这个声音以后 它自己听到它自己的声音 然后这个声音的频率返回了以后 它能够确定对方 也就是声波打回来的 这个信息能够处理 知道对方是一个食物 还是一个土壤 还是一个坚硬的石头 它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判断 好 谢谢教授的一份 科学合理的解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王静老师最终的得分是多少 好 王静老师96分 感谢王静老师今天能够 给我们分享一下 这种很神奇的小动物 瞿晶 并且王静老师带来的关于 瞿晶的心知 成功入住我们的动物形式图件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远古的小兽取经呢 是一个拥有18般武艺的生存王者 是他们更加需要我们的重视 完全没有想到 就是这么小小的一个动物 居然经历了如此丰富的一种生活状态 见到老鼠还不退缩 真的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上 其他的物种了解的太少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会看到 哪一种神奇的动物呢 这种动物又是在什么样的 一部动画片里出现的呢 有请神奇动物推荐人张宁上场 张宁 原野生动物救护员 科普讲师 大家好 我是张宁 曾经的一名野生动物救护员 聊到动画里的动物们 有两位那可算是家喻户晓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是谁 你是 嗨 美比 熊 你 你啥意思 你 我觉得 还是很有明星份的 俺也要带 在动画中 熊大熊二住在一起 一起生活 一起休息 然后一起想尽办法 对付光头墙 可以说是打仗亲兄弟 那在现实生活中 熊与熊之间 也会有如此深厚的兄弟情吗 就拿我觉得 最符合熊大熊二形象的 棕熊来讲 棕熊到了三岁 就会离开自己的妈妈 独立生活 尤其是熊性的棕熊 除了繁殖的时候 会短暂地和母熊在一起 其他的时候 都是独来独往的 如果两头大棕熊相遇了 它们才不会 和和气气地擦肩而过 那肯定是要打打一架的 首先 它们会亮出 爪尖最长能长到 15厘米以上的前转 配合上肩部隆起的 硕大的肌肉 前臂有力的一挥 就能向对手 输出成蹲的伤害 包括像驼鹿 美洲野牛等大型的猎物 在如此大的攻击力之下 也只能成为棕熊的晚餐 想想动画中 经常被熊打熊二 一招制胜的光头墙 可见熊打熊二 还是爪下留情了 这真要是现实中 挨上这样的一击 后果不堪设想 说到这儿 一定会有细心的人 提出质疑了 在动画里 光头墙总是喊 熊打熊二 臭狗熊 这狗熊可不是棕熊的别称 狗熊明明就是黑熊嘛 你这讲了半天棕熊 怕不是骗我们的吧 好 就让我们来仔细地分析分析 首先 我们认识的亚洲黑熊 在它的脸颊和颈部 都有着非常长的毛 而动画片中的熊打熊二 则没有这一特征 其次 亚洲黑熊虽然也有少数个体 会出现棕色的毛侧 但是绝大多数 还是身披青衣色的 乌黑发亮的浓密长毛 但是熊打熊二 一身棕色的短毛 再配上粗壮的前臂 和发达的肩部肌肉 还是典型的棕熊特征 最后 有人会说了 那它胸前的月牙形白斑 是不是应该是 亚洲黑熊的典型特征啊 其实棕熊在年幼的时候 还有像喜马拉雅棕熊 这样的亚洲 它们的胸前 都会有浅色的体毛的 再加上动画片形象 一般都是需要在 艺术加工一番的 所以综合来看 我觉得熊大熊二 是棕熊的可能性 要更大一些 棕熊是现今熊科家族中 最大的一个家族 大约有20个亚种 它们的足迹遍迹了 从荒漠到海洋 从山川到极地边缘的 大部分地区 这绝对得益于 棕熊嘴壮 不挑食的特点 动画中 我们会发现 熊大熊二 最喜欢吃的是蜂蜜 而现实生活中 棕熊的食谱上 有超过了百种 不同的食物可供选择 但是这些食物 不是随时都可以吃到的 棕熊会依靠季节的变化 而去选择不同的食物 虽然被分类到 10欧母当中 但是棕熊 却是杂质性的动物 它们的食物中 有超过60% 是各种的植物 包括了各种植物的 快精 嫩牙 花朵 果实等等 其他的就是 动物性的食物了 包括了从小到昆虫 镊齿类动物 大到有蹄类动物等等 每年 当冬眠醒来 鸡肠鹿鹿的棕熊 会选择向鲜嫩的青草 作为主要的食物 当其他草食动物 开始哺育幼崽的时候 它们又会把目标 锁定在这些幼崽身上 而到了秋季 可口的姜果 还有茴油的大马哈鱼 将为棕熊的冬眠 带来最宝贵的营养 为了储存过冬的能量 棕熊每天会大吃大喝 超过20个小时 令人惊奇的是 它们每年都会在同一个时间 到同一个地区去觅食 仿佛它们能够预测 这些美食到来的时间一样 熊妈妈还会把这些本领 交给自己的宝宝 代代相传 到了漫长的冬季 棕熊就会去冬眠 它们会降低自己的 新陈代谢速率 不吃不拉地熬过好几个月 冬眠醒来后 棕熊的体重可能会 大幅缩减三分之一 而这位生存大师 是如何来调控 自身的新陈代谢速度的 至今仍是我们苦苦追寻的 不解之谜 棕熊已经在这个星球上 生存了数百万年 在漫长的演化中 它们适应了各种各样的生境 成为了最强大的生存大师 它们给我们的形象 或高大威猛 或蠢猛可爱 不管我们对它如何来评价 棕熊都是生态链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我们也希望在未来 可爱的棕熊形象 能一直留在我们的童年中 而真正的棕熊 继续驰骋在广袤的大自然中 谢谢大家 我是张宁 张宁老师好 这个说到棕熊 您真的有领教过棕熊吗 在野生环境下 我还是没见过棕熊 但是我原来的工作 我曾经救护过黑熊 它的熊的这种形态 然后它的这种力量 这真的是给我很大的震撼 棕熊真的是少有接触 因为在我心当中 这是一种极其凶猛 凶猛还是比较贴切的 对 往那一站威风凛凛 然后它捕鱼时候的各种技巧 对 实际上它们是 超出你想象的那种灵活的 它们的身形别看 觉得说又大又笨 但是实际上它们跑起来 然后它们的跳跃能力 然后它们的灵敏的程度 是完全超乎我们想象的 对 杜月 说了半天 熊 棕熊 你有跟熊接触过吗 我没有就是那样 实实在在地接触过 但我是因为从小呢 我就奶奶告诉我 也是讲故事 就说如果呀 你在大森林里遇到熊啊 你不要害怕 你就倒在地上 就装死就可以了 这样是不行的吧 杜月 你就记住了 到森林里遇见熊之后啊 你只要比你旁边的人 跑得快就行了 所以我就练跑步就可以了 行不行 对对对 熊怎么可能说你死了 它就不吃了呢 而且熊不傻呀 那嗅觉多灵敏呀 是的 是的 隔着十几公里外的血腥味 它都能闻出来 还闻不出来你是死是活呀 对呀 所以这是一个误区 如果我们在野外碰到熊 像说这种装死的这个 这个实际上是没有一点科学依据 而且说实话 这个棕熊 它们实际上是有吃腐肉的这种习惯的 如果我们真的是在野外 比如说碰到了这种 在森林当中 可能听说说这个地方曾经有熊 或者知道说有熊出没 那最好的一种方法 就是行走的时候 身上最好带一些铃铛啊 什么这种能发出声响的这种东西 让所有的不止是这个熊啊 还包括有其他的这些动物 都让它们知道这个有人来了 这样的话 它们首先会警惕 先会远离你 如果说实在是 这个熊已经发现你了 那我们尽量要保持一种低姿态 让它觉得你对它不构成威胁 这个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 我们的60位云上观众 和我们的科学点评专家 张静硕老师 给张静老师一共打个多少分 68分 来 恭喜张静老师 静硕老师 那接下来就要您对张静老师 刚才给我们带来的 关于熊的心知 进行科学判定 张静老师呢 以他非常幽默的语言 以及他的时间的经验 对这个黑熊和棕熊的形态特征 有非常详细的这个分析 和叙述比较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讲得非常棒 由张静老师给我们带来的 关于棕熊的心知 成功地打动了我们的观众 还有静硕老师 那么接下来您将接受 我们的知识云分享团的考验了 来 知识云分享团 请旋转 好 何长欢老师 何长欢 我要三个问题想问问张老师 一个问题是 动画片中我们看到熊大跟熊二 它们能直立地行走跟奔跑 那么在自然状态下 野生的棕熊 它们能直立奔跑吗 A 能 B 不能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问一下杜岳老师 熊能直立行走吗 能 你见过 我见过呀 动物园里的熊都能直立行走 但是何老师出题是 能不能直立奔跑啊 那你问我是行走 他走能走 但是跑不了 跑不了 他是这样的 他呀 先是这样 乍吧乍吧走两步 然后他这个四肢就得着地 他要跑 他必须得四脚才能跑 张静 你选一下 我也选的是B 不能 不能 对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有请何长欢老师公布 正确答案是B B 不会 那听说老师 您就给我们讲一讲吧 宗雄为啥不会站着跑 实际上 只有人类是真正是 可以直立行走的 当然咱们不说那两个腿的鸟啊 这些鸡啊什么的 人家天生就两个腿 但是的话呢 我们看四足动 四足动的话 实际上两个腿能够快速奔跑的 除了人以外 几乎没有其他动 当然有时候在水面上 快速奔跑的一些蜥蜴 什么的 那是极个别的情况 他为什么不能奔跑 这直接取决于 他的身体结构 特别是你像雄类来讲的话呢 他虽然也是以脚掌着地 但是的话呢 他毕竟 他的这个后肢 还是比较短小 而他整个身体的重量 是非常的沉重的 另外的话呢 这也跟他的脚柱的这个结构 是有直接关系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也不能够真正的直立起来 长时间的站立 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就更别说他奔跑了 那么另外呢 在奔跑的情况下 更要求他的骨骼结构 和肌肉的这种配合 因此呢 他的自身的结构 自身的生理的条件 也不允许他直立和奔跑 因此的话呢 确实答案是不会 好 所以恭喜二位 都答对了这道题 获得了十分 接下来我们有请 贺昌欢老师出第二题 第二个问题是 憨憨的熊大跟熊二 如果遇到了疯狂动物城当中 冷酷的北极熊保镖 以下哪一种情况 最有可能大概率发生呢 A 北极熊掉头就跑 B 两者打一架 这题有点怪 北极熊遇到了棕熊 他们俩会干嘛 多远 你想想 我觉得肯定得打一架 这得决出胜负 是不是 那棕熊一见着北极熊 他怎么那么白 跟他打一架 就喜欢打架 那您选 您选什么 我的答案是 A 北极熊掉头就跑 北极熊见着棕熊掉头就跑 是 他掉头就跑 北极熊不是个头最大的熊吗 没错 攻击力不是最强的吗 是 但是在这个北极圈的附近 这一点点台原带 棕熊和北极熊如果碰到了之后 首先这个棕熊去到了这个台原带 台原带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低质量的猎成 因为这边这可吃的东西并不多 所以棕熊他们如果用到了食物 那就跟疯了一样 可是北极熊他的这个捕猎都是在冰面上 他吃的更多的是这些海兽 对于他们来讲 食物相对来讲还算是丰富 所以碰到了这个棕熊这个见着肉就玩命的主 那我不跟你打 然后再有的棕熊 他们去到这个台原地带的时候 他有可能是在夏末或者秋初的时候 为了之后的冬眠去补充营养 他这会儿时候见着什么他都会去吃 但是北极熊却不一样 北极熊食欲旺盛的时候是每年的春季 一个是我必须得吃 而另外一个是我吃不吃两可 得了得了不跟你争 都是你的 都是你的 我远于二地躲开 对对对 那么正确答案到底是不是如他所言呢 有请何老师为我们公布 正确答案是A 好 谢谢 那恭喜 金说老师 对于这道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其实这个呢 是专门有科学家从事过相关的研究 当他们发现北极熊和棕熊真的是在同一个区域出现的时候 都是北极熊掉头就走 并没有跟棕熊发生直面的冲突 所以的话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动物啊 它在同一个区域尤其是当生态位非常相似 然后呢体型相当或者实力相当的情况下 还是尽可能避免冲突的 好 谢谢金说老师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何老师出第三题 第三个问题是 如果在野外我们发现有两个脚印 那么以下哪一个最有可能是危险的棕熊留下的呢 A B 杜月 你选哪个啊 我选第二个 因为比较大 这个后脚根那块大 明显大 好 来 张宁 你要挑你选啥 我的答案也是B 第二个 为啥 其实这两个脚印选的都是这个两种熊的后脚的脚印 后足的脚印 A呢不是北极熊 A是美洲黑熊的脚印 然后B呢是棕熊的脚印 棕熊的脚印在刃的时候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的 它的脚印在脚掌和脚趾这一段这儿 它的脚掌前头是一个基本上乘一条直线 所以它的这几个脚趾也差不多是在这个同一水平线上 而像这个黑熊啊 其他的这种熊啊 它们的这个脚印 它的这个脚掌的部分 前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圆的 而它的这个脚趾呢 也是顺着它的这个圆弧状的这个边缘 比较排列了一起的 这个也不是一条直线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好认识 那么正确答案是不是如张宁所言呢 有请何老师公布 正确答案是B 好 谢谢 那最后我们就来看一看张宁老师带来的棕熊新知 一共获得了多少分 好 98分 恭喜张宁老师 张宁老师今天给我们讲的关于棕熊的新知 成功入住《动物新知图鉴》 见识中的棕熊远不如动画中生活的那样轻松 它们的未来需要我们一起努力 面对残酷的生存环境 非洲大草原上的乐天派练就了一身本领 还建立了独特的监控系统 用来防范外地的侵犯 科学动物园 胡莽的幕后生活马上回来 接下来的这种动物 可能很多朋友都曾经非常喜欢它们 这种动物又是在什么样的一部动画片里出现的呢 来 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 冯林上场 欢迎 冯林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 动物爱好者 各位好 我是冯林 其实我为什么成为动物爱好者 这还真是和动画有很大的关联 比如在电影《料理鼠王》中 有机智敏捷 彭任天赋异禀的小米 在《疯狂动物城》中有乐观开朗 正义感识足的兔子警官朱蒂 而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当属狮子王中的一位了 Hakuna Matata Hakuna Matata 它就是深入人心的丁满 那丁满的原型究竟是谁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生活照 它就是家住南非的胡蒙 在《狮子王》中 丁满是与蓬蓬一起生活在茂密的丛林里 自由 独立 但是回归生活的胡蒙 其实分布于南非的西数草原和沙漠地带 它们具有高度的社会性 它们甚至可能三四十口住在一起 为了生存 胡蒙家族会集体出动寻找食物 它们会轮流作为哨兵 监视周围的环境 以防突如其来的捕猎者 这样家族其他成员就可以安心地搜索食物了 而认真侦察的哨兵对其他事物表现得漠不关心 即使我们拿食物去诱惑它 也会被完全忽略 设立全天候的港哨 对于胡蒙家族来说至关重要 正在觅食的其他成员 偶尔也会抬起头来 看看哨兵是否在站岗 吃饱了之后 每周胡蒙都会主动去站岗 一旦真的有烈士者出现 哨兵会大声发出警告 其他家庭成员便迅速地冲回洞穴 躲避危险 如果想要在沙漠这片险恶之地生存下来 必须从小学会一项基本技能 那就是挖洞 锋利且坚韧的爪子 使他们成为了挖洞高手 每20秒就能挖出等同于自身体重的沙的高效率 让他们可以给自己建造一个大型地下小区 而小区需要配置多个入口 还要四通八达 这样既方便逃生 也有利于快速回到洞内避险 三五条主干道互相连接 洞壁上每隔一段距离 就会有一个小洞口 像一个个适合居住的独立卧室 他们还极其重视施工安全 他们的眼瞼像雨刷一样 防止眼睛净杀 小小的黑色耳朵 能够保证在挖洞时阻绝泥沙进入 而除了安全的住所 胡蒙们每天还要面对极大的温差考验 冬天的沙漠 晝月温差甚至能达到50摄氏度 寒冷的夜晚消耗着身上的热量 每个夜晚为了保温 就得失去5%的体重 胡蒙一家每天会起个大早 准备迎接日出 虽然此时的太阳升得还不够高 冰晨的寒气让他们有些难以坚持 但清晨的阳光 已经为他们带来了不可思议的变化 挺直的小腰板露出的小肚皮上 有一块长黑毛的区域 像天然的太阳能板 快速地吸收并转化太阳的热量 让他们的身体渐渐暖和起来 可是阳光除了能带来温暖 也会埋下致命的危险 天气晴朗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因为刺眼的阳光 睁不开眼睛 在沙漠地带因为少有遮挡物 太阳的强度明显感觉更强 这总不能每天眯着眼睛找吃的吧 再说刺眼的阳光 难道不会影响鸿蒙们 对敌人的侦察吗 其实我们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 湖蒙眼睛周围长着一圈黑毛 就像是一副天生的太阳镜 在烈日当空时能阻隔强光 让湖蒙依旧清楚事物 提前发现来自空中的烈尸者 从而避开危险 这些黑毛阻隔光线能力非常强 还能保护湖蒙直视太阳的眼球 不被灼伤 还记得丁满在丛林里 大口大口咀嚼五元六色虫子的画面吗 一个十足的小试货 而在现实生活中除了昆虫 还有青蛙 蜥蜴 蜘蛛 甚至是剧毒的毒蛇 蝎子 也是它们最爱的食物 在长达千万年的捕食过程中 湖蒙体内进化出了一种免疫系统来 帮助它们体育毒素 而如今这套系统早已升级为 2.0高费版本 使湖蒙成了各种有毒生物的强大科兴 再看看它们这苗条的身材 让万千女性都为之眼红 当然如果运动不足 湖蒙也能把自己吃成小胖子 可是在野外生存的湖蒙家族 很难只吃不动 所以湖蒙家族的成员 大都身材匀称甚至瘦靴 找遍整个非洲也几乎找不到 飞飞胖胖的个体 这样的身体构造可以更好地在炎热生存环境中 完成散热 但几乎没有脂肪的它们 也无法有效地储存能量 它们其实很容易饿 每天都要外出觅食8个小时 如果吃得太少不能满足身体需求 就会越来越瘦 直至饿死 在湖蒙的死亡原因排行榜上 名列第一的就是被饿死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 湖蒙有很多技能放身 也时刻要面临死亡的威胁 但它们和狮子王里的快乐源泉冰满一样 是个十足的乐天派 它们有组织 有纪律 有原则 有着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关注的地方 希望你们也能喜欢这群荧幕之外的冰满们 谢谢大家 我是冯林 冯林你好 冯林你好 这个来回来 老师好 杜月姐姐 胡蒙你见过吗 没有 好吧好吧 特别理直气壮 我正好问一下 就是小时候看那个动物世界里头 就是那种 就是 然后 出来好几个 那个就是胡蒙吧 对 那应该就是胡蒙 不是 我觉得就是挺奇怪的 就是咱们学播音呢 你居然还对胡蒙这么了解 这么喜欢 理由是什么呢 我特别喜欢看动画片 然后胡蒙在动画片里 其实是经常出演的一个小嘉宾 而且他很可爱 就他那个形象很独特 好像瘦瘦长长的一个 然后小小小圆圆圆的 还有个黑眼圈 然后我就会去特地去网上查询一下 他的资料去了解他 然后其实胡蒙 根据现有的发现 胡蒙会有三十多种不同的叫声 而且根据不同的场景 叫声都是不一样的 像人类一样 比如说出发 集合 求救 还有狼来了 蛇来了 鸟来了 不同的情况都会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就是他的语言能力特别强 对 静硕老师 胡蒙这种动物 除了表面上我们看起来蒙蒙哒的之外 它的真实生活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子 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 我先纠正一下读音 这个字是三声叫蒙 而且它的正规的名字叫细维蒙 请大家跟我一起读细维蒙 细维蒙 这是它的规范的名字 胡蒙其实它是蒙科的 跟犬科 猫科 它们都是平级的 它是单独一个类群 就叫蒙科 蒙科这类动物的话 其实咱们国家也有 包括红甲蒙和食蟹蒙 这些物种 它们是典型的食物类动物 而且的话 像细维蒙 它是生活在南非 特别是南非的一些卡拉哈里沙漠当中 它可以吃眼镜蛇 它可以吃很多剧毒的蝎子 蜈蚣 蜘蛛等等各种动物 所以细维蒙其实是非常凶猛的 因此的话它不是说我们动画形象里非常的可爱 但事实上它是一个制服各种剧毒物种的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天敌 那么在自然界当中呢 细维蒙的话呢 因为它又是这种家族的形式存在 所以它的团队合作能力啊 还有它们的包括 为什么总是有一个细维蒙去放哨啊 这就是说它们是有比较严格的分工有等级的 因此的话呢 整个的这种家族社会是非常非常高效的 所以细维蒙呢 在整个演化的过程当中呢 还是非常成功的一类物种啊 张老师啊 咱说一下我们师妹讲的好不好吧 这个我想呢 当然了作为一个传媒大学播音专业的小姑娘啊 讲的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呢 其实啊 这个首先大家可能很难见到这样的一个物种 另外的话呢 其实呢 关键呢 如果你个人有这样的兴趣 我觉得去了解这样的一个物种 并且给大家分享 这正是传媒大学学生的优势 科学家做科学家的事情 我们其实做科普的事情 因此的话呢 你们呢 其实呢是科学的传播者 给我们传播了一个非常难得的知识 金硕老师说的对 我们更期待着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呢 能够吸引八方人士都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来 因为我们不仅仅啊 是给大家展示动物新奇的一面 更重要的是呢 了解到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是只有我们人类 这个世界上如果缺了其他的生物啊 同样它是残缺的 是不完美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啊 冯林在第一轮积分是多少 好 好 观众五十九分 专家八分 来 恭喜冯林 恭喜我们的小师妹 谢谢 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到了 知识云分享团考察你的一个环节了 知识云分享团请旋转 停 虎猛竟然是靠比武招亲则序的 我看上你了 你要是不跟我在一起我就打你 打到你同一位置 看起来可爱呆萌的胡猛 靠放屁来传递信息 科学动物园 下节精彩继续 停 李维扬 科普教育讲师 科普作家 有请李维扬老师为冯林出题 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 是由我给冯林带来了 几个关于胡猛的问题 第一题 现实中的这个胡猛 也有一身浓密的毛皮吗 好 A 是的 胡猛一身浓密的毛 而B 胡猛的毛是稀疏的 杜云老师 这条件你选啥 我选这个毛发不是特别浓密 毛发稀疏 因为如果动物世界里的那个小东西 是现实生活中的胡猛的话 我觉得没太看见他那个毛乎乎的样子 应该是有点稀疏的 来 你选一下吧 我也选稀疏 跟世界保持一致 那就对了 嗯 来 有请李维扬老师公布正确答案 好 公布正确答案 答案是B 好 恭喜 恭喜二位都答对了 但理由会是什么呢 来 静硕老师 给我们补充一下 因为细微猛啊 是生活在南非啊 非常炎热的这样的一个沙漠地区 所以呢 这个毛太密太长 肯定是不合适的 这就是一种适应环境的结果 因此的话呢 你应该是选择是正确的制币 好 谢谢 接下来呢我们接着有请李维扬老师 给我们出第二题 好 第二题 除了用声音传递信息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去传递信息呢 A 用线体分泌一些液体 蹭在石头上或者树枝上 去告诉其他个体我的存在 B 分泌一些气味到空气中 这题挺有迷惑心的 杜月你是不是连听懂都没听懂 这道题啊 我这道题我是这样 我想先听听金说老师 有点什么提示 提示就是它跟黄鼠狼很相似 啊 跟黄鼠狼 那黄鼠狼是气味吧 真的吗 没闻过呀 不老说黄鼠狼是有 有那个那个特殊的气味吗 那它通过什么方式 把气味散发出来呢 屁屁啊 来 冯林你选一下 嗯 我的答案是A 通过分泌液体 嗯 气体在空气当中很容易就是 挥发掉 散发开来就闻不到了 嗯 来 有请李北洋老师公布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A 好 恭喜 恭喜小师妹答对 有请张静硕老师进行补充 大家可能觉得好像跟黄鼠狼一样 他会这个放屁啊 就是喷这个气体 实际上并不是 这个右颗动物啊 还有猛颗动物啊 它们其实呢 都有专门的一些臭腺 或者叫做钢周腺 钢门周围的腺体 这些腺体呢 其实分泌的是液体 但是喷射出去以后呢 它呈气污状 所以有时候我们误认为这是气体 但其实并不是气体 是真正的液体 而且呢 它是油脂性的液体 所以正确的现象应该是A 好 那么接下来 有请李北洋老师出第三题 好 第三题 公鸿蒙是怎么追求自己心仪的母鸿蒙呢 答案A 唱歌 答案B 打一架 这道题很好选吧 杜月 一开始就说了 鸿蒙有三十多种声音的 我选唱歌 选唱歌 来 奉林选一下 据我所学的 了解的一些小资料 我觉得应该是选择B 打一架 我看上你了 你要是不跟我在一起 我就打你 打到你同一为止 这 这 这过分吧 是这样吗 来 李洋老师给出正确答案 我们听一听 好 公布正确答案 是B 打一架 好 恭喜 打对 静说老师 这种求偶行为 是不是在动物界当中 也不算特别少见 非常常见 其实包括像著名的犀牛 就是非常典型的 熊的要把瓷的 把瓷的打幅了为止 所以瓷性的话 会认为熊性 非常非常的熊壮 非常地有力量 它会心仪这样的熊性 它还是符合 比较普遍的一个生物 特别是高等生物的 一个繁殖的策略 那他为什么不找一个 跟自己级别差不多的熊性 打架呢 打完了架 获胜了 然后去寻找这个瓷性 干嘛要把人家瓷性打一顿呢 动的这个行为 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你比如说像西维猛 他们在自然界当中 因为他主要还是成这种 家庭式的这种大群 如果说有熊性 其他的熊性 来入侵这个群体的话 比如说要争夺王位的时候 那熊性和熊性之间 会产生争斗 但是如果在群体内 比如说当雌性 要跟熊性要交配了 要进入繁殖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那么雌性还要看熊性 它本身的能力和水平 这时候 它要跟熊性之间 要发生一定的肢体上的冲突 来试探一下熊性的力量 只要选出优秀的熊性 那么熊性和雌性 赶紧就要进入 后面的繁育后代 繁育一个下一代的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好 谢谢静叔老师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 经过了几轮之后 冯林目前的总级分是多少 好 97分 恭喜冯林 由冯林给我们带来的 关于虎猛的新知 成功入驻动物新知图建 可爱激灵的虎猛也蕴含了许多智慧 希望大家有机会多多学习和观察 发现它们身上的知识和闪光点 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 给大家介绍的都是那些 我们在动画片当中看到的 动物明星的形象 但实际上大家也看到了 自然界是残酷的 进化它同样也是多样的 而生存则是要付出 诸多努力的 好 再次感谢 各位老师 感谢静叔老师的参与 同时更要感谢 我们的六十位云上观众 以及我们的知识云上观 神奇动物有新知 好的朋友们 让我们下期科学动物园再见